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敬请您点赞订阅分享我们 谢谢您的收看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突发消息 俄乌谈判重大突破 乌克兰接受中立国地位 俄罗斯部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将大幅减少军事行动 三省一把手换人应勇 试图没有交代引发猜测 习近平捆绑普京返害经济 中国外资大逃离 中国悄悄暂停对俄合作计划 彭博社报道 上海封城危及今年GDP 中国疫情延烧 多款隔离险下架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首先我们看突发消息 俄乌谈判重大突破 乌克兰接受中立国地位 俄罗斯部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将大幅减少军事行动 综合媒体报道 俄乌战事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今天29号 俄罗斯及乌克兰谈判代表 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停火协议 双方谈判大约三个小时 俄罗斯在此次协调中率先宣布 将在基辅和切尔尼格夫周遭大幅减少军事活动 乌克兰则针对中立国克里米亚归属议题提出 让何方认为是具有建设性的条件 乌克兰同意接受中立国的地位 未来将不加入包含北约在内的任何军事联盟 境内也不会有他国的军事基地 不过俄罗斯也释出善意 表示并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至于克里米亚的归属 乌方提出了15年评估期 双方将在未来15年内 再针对克里米亚的议题来谈判决议 俄方也表示乌方的提议相当具有建设性 将回去跟普京汇报 针对谈判有了重大结果 乌克兰代表也指出 双方领袖谈判障碍已经清除 因此此次协调结果 可能很快就会起草签署协议 也增加了两国领袖会晤的几率 与此同时 俄罗斯外长称 在双方谈判期间 不接受任何西方国家的斡旋 俄罗斯官媒RT报道 拉夫罗夫表示 土耳其政府跟俄罗斯与乌克兰军关系良好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才让俄乌双方坐到了谈判桌旁 但他同时表示 和平进程没必要纳入 在冲突期间支持基辅的欧盟或美国 也认为西方国家外长们 粉碎外交成果的例子不胜为局 他们再也不值得信赖了 他说 拉夫罗夫还补充道 他不会希望见到任何西方国家伙伴的穿梭外交 因为他们已经于2014年2月的乌克兰 与2015年2月的明斯克完成他们的穿梭了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三省一把手换人 应用仕途没交代 引发猜测 综合媒体报道 离中共二十大还有约半年的时间 中共地方人事密集变动 今天29号 湖北青海宁夏三省区书记换人 卸任者均未著名另有任用 曾传可能升入中共政治局的湖北省委书记应勇的去向 备受关注 据新华社3月29号消息 王猛辉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书记应勇不再担任前述职务 信长兴任青海省委书记 王建军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梁延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陈润儿不再担任前述职务 卸任者均未著名另有任用 公开资料显示 62岁的王猛辉江苏严成人 曾在广东任职多年 2011年调到福建 曾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2016年到辽宁 先后任省委常委 沈阳市委书记 省委副书记 省委党校校长等 2017年出任驻建部党组书记部长 应勇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 浙江人1957年出生 早年任职中共政法系统 官至浙江高院院长 他在浙江任职期间 与习近平曾有交集 并在2007年 习近平调任上海之后 也转任上海 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习近平上台后 应勇2013年出任 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一年后兼任副书记 后卸任组织部部长 并于2016年9月 接任常务副市长 2017年1月 在中共19大前 应勇出任上海市长 2020年2月 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的高峰期 当时担任上海市长职务的应勇 被紧急派往湖北省 接替蒋超梁的湖北省委书记职务 此前不少分析认为 应勇获在中共二十大上 晋升政治局委员 兼新一届中央政法委书记 但也有分析表示 应勇任政法委书记资历不够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捆绑普京 反害经济 中国外资大逃离 自从入清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遭受各国谴责 但与其友好的中国 态度一直模糊不清 有媒体报道指出 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已经让外国投资者感到不安 且自清乌行动以来 中国一直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资本外逃 而这是在其他新兴市场 没有看见的迹象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股票占全球股票市场的 市值9% 但在2020年 中国境内上市公司 仅占国际投资者基金配值的 2.7% 因为严格到资本管制 无法预测的政策制定 以及以政府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等因素 让国际金融机构望之却步 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 曾将中国市场称之为蟑螂汽车旅馆 即资金流入容易 流出却很难 现在资金比起以往更容易出来 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状况 中国政府近两年来 对上市公司漫无边际的打压 为投资者带来了创伤 再加上俄战争让外资流入的脚步暂停 战争推高了商品价格 如果中国政府强迫当地公司 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 美国的报复也将随之而来 也加深了投资者的疑虑 报道指出 中国的股市是俄罗斯以外 全球表现最差的 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 日平均资金外流一度触及5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指出 境外投资者本月已经抛售 95亿美元的中国境内股票 长期投资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外流 将使中国金融市场感到痛苦 尽管这些投资绝对值不大 但对于中国市场来说 却有稳定与象征作用 这些长期资金往往不信任当地分析师和评级机构 也因此通常是交易员的稳定力量 官媒将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的热情描述为 支持其威权政府 路透社报道分析指出 如果资本外流持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连任第三任期的敏感时刻 可能会加剧当前的抛售 对于改革者来说 这象征着北京争取机构资金的运动遭遇挫折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悄悄暂停对俄罗斯合作计划 据法广报道 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 以及俄军在乌克兰闪电站的失败 加持美国对北京可能援助莫斯科发出的威胁 似乎让北京在涉及对俄合作上三思而行 中国外交部敦促中国石油公司 不要轻率购买俄罗斯资产 似乎是某种信号 俄欧战争爆发后 西方给予俄罗斯严厉的经济制裁 但是美国和欧洲担心 中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俄罗斯合作 寻找对俄罗斯制裁漏洞 向其提供军援或经济援助 从而减弱制裁效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月28号则抱怨 西方国家在莫斯科入侵后 对其实施的严厉制裁 对中国等国与莫斯科的正常经贸往来 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这句话传达的意图似乎是 现在的问题不是北京要帮助俄罗斯绕国制裁 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 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往来 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 这一解释似乎有两层意思 一方面北京替自己辩解 并无寻找制裁漏洞的企图 一方面指责西方让中俄 直接一些正常贸易往来 也受到牵连 未可能的中俄正常贸易留下伏笔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在美方公开警告 如果北京向莫斯科提供援助 将招致严厉制裁后 北京方面十分警惕 中国驻美外交官以及中国的一些公司 开始联络美方主管官员 详细询问遵守制裁规定的细节 这是为了规避制裁吗 美方还是有人担心 中方此举可能是为了寻找制裁的漏洞 最后还是想向俄罗斯提供帮助 不过北京方面的小心策略似乎得到证实 路透社日前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称 中国外交部本月召集了中石油 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三家能源公司官员 审查他们与俄罗斯合作伙伴的业务关系 一位消息人士说 中国外交部敦促他们不要轻率的购买俄罗斯资产 消息人士说 这些公司已经成立了与俄罗斯有关的工作组 并正在制定应对业务中断和二次制裁的应急计划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中国国营的中石化集团 已经暂停了在俄罗斯的一项重大石化投资 和天然气营销企业的谈判 听从了政府的号召 在乌克兰被入侵后的制裁中谨慎行事 据指该计划一直是与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生产商 西布尔公司合作 进行一个类似于东西伯利亚 100亿美元的阿姆尔天然气化工业园的项目 该项目由中石化和西布尔公司各拥有40%的股份 将于2024年投入实用 至少从公开层面 普京发动的勤务战争 给中俄之间无止境无上限的合作 带来了严重障碍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彭博社称上海封城危及中国今年GDP 上海为遏制新冠疫情蔓延 自周一28号起至下周二4月5号 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 彭博经济研究指出 上海封控对中国和全球的影响 将超过科技重镇深圳直前封城 两者合计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 自2020年第一季度 采取全国封锁措施以来最大的冲击 并可能危及中国GDP目标 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 为5.5%左右 彭博经济研究指出 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以及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 上海封控措施及在此之前的防控措施 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对市场情绪产生的负面冲击可能更大 截至目前为止 封控措施允许金融机构和港口继续运营 而目前计划之外的任何加码 都可能扰乱资金流动和国际贸易 研究并指出 以上海这样在中国治理良好的城市 在针对性政策仍未能遏制疫情蔓延后 不得不述诸全市范围的封锁措施 表明中国其他地方政府 也可能倾向于使用严格的策略来实现清明 这将加大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此外 瑞银财富管理总监办公室发表评论则称 中国正在探索疫情防控的不同选项 预计政府下月期陆续出台政策 以稳定经济 包括降准降息及减税降费 评论指出 有别于深圳两周前实施的七天封城 上海实施两阶段封锁表明 中国正在探索疫情防控的不同选项 目标把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这轮措施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可控 虽然市场对消息反应负面 但如果短期和迅速实施限制被证明是有效的 那么经济还是有望在二季度起复苏 目前深圳出行和工业用电量等高频数据 已经恢复到封锁前的水平 表明限制一旦解除 经济活动很快就会快速回升 该行指出 中国多地的疫情防控面临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 国内今年目标经济增长达到5.5% 因此认为中央有增加财政和货币支持的必要性 包括可能需要额外的降准降息 好我们继续看中国方面的报道 中国疫情延烧多款隔离险下架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中国新冠本土疫情3月快速延烧 多地动辄寄出封闭管理与集中隔离 据报道 中国保险业者先前推出多款隔离险 但因为不堪赔付 近期纷纷下架 遗留许多消费纠纷 3月以来 中国大陆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快速上升 疫情蔓延至28个省市区 综合北京商报央视财经报道 目前中国市面上一些隔离险的售价 一般在人民币59元至89元之间 在理赔范围内 消费者能得到每天约200元人民币的补偿 所谓隔离险防疫险 大多是一年期以内的意外险 触发理赔条件后 保险公司以津贴形式进行经济补偿 隔离险作为可以让投保人在隔离期内享受津贴补助的新型特色保险产品 此时正是需求高峰和销售旺季 但近日中国的保险公司不但没有推出新产品抢占市场 反而纷纷将隔离险产品下架 报道引述一名保险营销人员表示 隔离险定价不高 有保障需求的客户都会购买投保 而近期国内多地出现疫情 保险公司或许是担心赔付率过高 下架后可能会对产品进行调整 一家受险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任则表示 隔离险保费低廉并不是盈利大头 保险公司推出的目的在于 透过隔离险引流进行品牌宣传 提升品牌知名度 但隔离险毕竟是新型产品 先前没有类似产品开发经验 业者可能出现了赔本的情况 下架是可以理解的 报道引述业内人士透露 先前为开拓市场各保险机构 都把隔离险产品的保费压得很低 盈利状况并不好 资深精算师徐玉琛指出 近期隔离疫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 隔离险赔付率大幅度上升 此外部分投保人对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等情况有争议 隔离险引发的理赔纠纷和消费者投诉激增 也是部分公司下架产品的原因 光是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隔离险 相关投诉就将近2000条 主要投诉点在于理赔问题 据报道 许多消费者投诉被隔离 却没有产生理赔 退保手续费高昂 理赔证明材料 苛刻无法提供强制购买等 上海银保监局此前提醒称 部分隔离险的责任 免除条款中的约定 被保险人虽被集中隔离 但未自付支付隔离费用的 保险公司不承担理赔责任 另外投保前已疑似感染 或已收到通知要求隔离的 保险合约生效前 被保险人所在地区 被列为中高风险地区等情况 均可能属于责任免除情况 消费者需清楚理解后再投保 报道引述来自北京的 董姓消费者表示 理赔范围没有说 之前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话 自然就不会买了 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着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